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四十集 我明白陈婆的意思 她就是想让我中途放弃 她不用冒着天谴的风险为我补挂 又能获得我的魂魄 这死老太婆也太奸诈了 我想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就再无退路了 否则我爸爸的魂魄找不回来了 我也自己死在这 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爸妈 甚至里搬心呢 我二话没说 直接就跳进了滚滚油锅中 还没真正掉进去 我就能感觉到油锅里灼热的气浪 扑在皮肤上生疼了 掉进油锅之后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皮肉 被炸得翻起来 那脆哭拉朽的痛苦 让我生不如死 疼得我扯着嗓子 尖叫丝毫 几次昏迷过去后 又很快被疼痛刺激醒了 我就这样反复昏迷和醒过来 循环中生不如死 眼睁睁看着自己皮开肉颤 一点点体会着下油锅的痛苦 在油锅中 时间几乎停断了 我大脑中唯一有的意识就是痛苦 这种感觉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火把灭了 我能明显感觉到 灼热的痛苦正在一点点的退去 而冰冷刺激伤口的痛苦 则不断增加 我真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如果鬼也能再次死去 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我静静躺在冰冷的地上 默默的体会着下油锅后钻心的痛苦 这种痛苦 折磨得我的灵魂几乎就要分裂开 我一寸寸感受着破碎的身体 只觉得这千疮百孔的身体 已经不能算是自己的了 陈婆的声音再次在黑暗中响起 如果觉得太疼 太痛苦 你可以放弃 这种痛苦 会立刻消失掉 你想不想就这样算了 说实话 我真受不了了 我浑身每一寸肌肤 都留下了热油灼伤的痕迹 每一寸都是钻心的痛苦 痛到我大脑就要停止思考了 我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 相比这些痛苦 我觉得死亡根本不算什么 内心深处 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 放弃吧 选择放弃 这些痛苦都会终止 痛苦之后的平淡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我几乎就要张嘴说出来 就在那个瞬间 我内心里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都过了两关了 千万不要放弃 一旦放弃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生命 你爸爸的生命 你妈妈后半生的生活 你都将彻底失去 我咬碎一口牙齿 强撑着说道 放屁 谁他妈的想放弃了 我要闯下一关 陈婆显得极为惊恶 说道 这么小的娃娃 竟然能承受刀山油锅之痛 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 下面这道关卡 你就没那么幸运了 陈婆的声音消失之后 偌大的地下室里 黑暗已久 我浑身如无数只蚂蚁在吞噬皮肉 疼得我简直要疯掉 这种痛苦比我听过的任何一种痛苦更痛 这时 黑暗中突然亮起一堆篝火 接着是两堆 三堆 四堆 无数堆 整个地下室变成一片火海 我站在大火中四顾 烈火吐着绚丽的火蛇 令我头晕目眩 热浪更是刺激的我 全身伤口更加疼痛 陈婆的声音在火焰上空传来 这是你自找的 不能怨别人 这过火海不但能令你痛苦 也会将你的魂魄 灼烧到魂飞魄散 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惩罚 你就慢慢享受吧 我能感觉到热浪已经将我团团围住 我早已经劈开肉栈的身体 在炽烈的火焰中被焚烧的枝叶直流 我甚至能闻到自己身体散发出的肉香 我的头发早已被烧成了灰烬 我一步步朝前走 疼到不能走了 我就朝前爬 甚至在我低头的时候 看到自己半身体拖着火焰燃烧着 我的下半身早已烧焦成一块火炭 在爬的过程中 我时时刻刻都可能昏死过去 可是我不能 因为这种痛苦太灼心了 我还没昏过去 又被新的痛苦刺激的活了过来 我就在这种炽烈的火焰灼烧中 反复经历着生生死死 可是我心中有一种力量 督促着我 让我不停向前 我想既然我已经死了 可我的爸妈还得活下去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爬过这片火海 救回我爸爸 成了我唯一的心 终于 在机械的重复爬行中 我看到了火海的尽头 与此同时 我也看到 前方黑暗中 站着一个黑色人影 当我爬出火海的那一刻 我身后的无数火焰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 绵长到没有尽头的黑暗和空洞 前方的黑影 依旧耸立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而我唯一剩下的 只有一具焦黑如炭的躯壳 在这茫茫无尽的黑暗中 冒着带着肉香的青烟 我在黑暗中躺了很久很久 终于积蓄了一些力气 颤抖着向前方的黑影说道 陈婆 我做到了 我终于做到了 你该实现你的诺言了 陈婆说道 阳门的人果然够狠 一个小娃娃就能承担 这种人世间最痛苦的刑法 够气魄 我颤抖着说道 像你这种人 永远不会明白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不是上刀山下游过过火海 而是失去知青的人 这种痛苦 足以煎熬到你生不如死 你这种人 永远 都不会明白 你知道吗 陈婆说道 你果然很特别 说吧 我眼前的黑影突然消失不见 只剩下空荡荡的黑暗和无声的痛苦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我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睡在前厅灵堂前 黑暗中的蜡烛 屋子燃烧着 灵堂前的香火已经烧到尽头 我的身前放了一张毛笔字写的白纸 纸上写了一行字 正是我爸爸魂魄的位置 我再翻到背面 上面写着 五日后凤凰路径 践行契约 我站了起来 浑身疼得真像上了刀山 下了油锅 过了火海一样 头晕晕的 想被人砸过 突然 我觉得背后有人叫我 我猛的回头 就听到一阵寒风穿堂而过 吹得我一声哆嗦 灵堂前的黄纸飞了一地 出了凤凰路二十五号 张磊磊的车还停在路口 天色却已经黑了下来 见我出来了 张磊磊开了车门 高高兴兴的从车上跳下来 又围着我转了一圈 发现我呀 并没有缺胳膊少腿 才笑嘻嘻的说 这陈婆也没传说中的那么恐怖吗 她这就放你出来了 她帮你算挂了没 我点了点头 重新见到张磊磊的如花笑颜 和温暖的问候 我有一种再是为人的错觉呀 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刚才真的死过去了 我们上了车 张磊磊倒车出去 说道 饿坏了吧 咱们弄点好吃的去 给你好好扣拉扣拉 这个时候 我一心想救我老爸 我哪里还有心思吃东西 我们在路边买了点麻辣烫之类的东西 在车上吃 我就催着张磊磊赶紧回继承 现在时间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李半仙特意强调过 像我爸这种生魂的生命周期啊 非常短暂 晚一秒钟 他就会衰减一点 他只有十天半个月左右的生命 而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 我们在晚上十二点之前 回到了寄城 跟着便按照神瞎子陈婆 帮我算出的地点找魂魄 按照陈婆的指示 我爸的魂魄呀 在一座非常偏远的山村小学校里 当初拿到纸条的时候啊 我非常怀疑这老太婆 是不是存心作弄我 我爸跟这座小学校 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他怎么会跑这么远的地方去呢 张磊磊不顾艰辛 又开车把我送到寄城一座 比较偏僻的镇子上 这所学校就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小山村里 我们通过导航找到小学校 明亮的月光下 学校笼罩在一片荒废的厂房附近 这一路上连盏灯火都没有 周围特别的荒凉 我们把车停在学校门口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啊 才发现这座学校已经荒废很久了 甚至连学校的牌子都断成了好几节 掉在地上 关上的铁门秀气斑斑 上面上了一根相当粗的铁链子 校门已经被锁死了 我跟张磊磊面面相去啊 张磊磊指了指上面 说道 大不了翻过去了 我让张磊磊等在外面 便心急如焚的翻上墙头 心想 陈波 老子陪你折腾这么久 连刀山油锅火海都折腾过了 你要敢耍我 我一定烧了你的疯狂路25号 我翻过铁门 扭头就看到张磊磊已经爬上了墙头 我大吃一惊啊 说道 磊磊 你这是干什么 张磊磊说 这个时候啊 他想陪着我 多个人找起来也快一些 说着就要学我的样子往下跳 我急忙抱住他 心里一暖 眼泪就滚了下来 其实张磊磊的意思我明白 他是怕我万一在学校找不到我爸的魂魄 会想不开做什么傻事 我把张磊磊抱在怀里 在他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张磊磊推开我说 好了好了 找魂魄要紧 别给耽误了 我们悄悄进了学校 走过月光下 灰暗的操场 操场上堆了很多砖头和木头 没堆放杂物的地方 则满是各种杂草 有一人多高 我给自己开了天眼 张磊磊说 你能不能也帮我开天眼 这样我们两人都可以看到魂魄了 找起来更快一些 我想想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但开天眼有禁忌 对张磊磊这种毫无阴阳数数基础的人 强开会损伤原神 我纠结再三 还是打算不给张磊磊开 张磊磊顿时一脸韵色 扭头就往外走 怎么劝都劝不住 在这大小姐面前 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只有答应她的要求 让她跟着我默念上清原诀 念完之后 我一记风水罗盘 轻轻的敲在她的额头上 尽管我敲得很亲 张磊磊却向被人重重推了一把 差点跌倒在地 跟着就趴在地上 不停的呕吐 吐到只剩酸水才站起来 我见她脸上惨白 知道她受了伤害 心里一阵的难受啊 张磊磊突然尖叫道 成功了成功了 我怎么觉得眼睛跟以前不一样了 在晚上也能看到这么远 我告诉张磊磊 如果看到别的鬼魂 要装作没看见 绝不能再看第二眼 否则会引起鬼魂的注意 她就会上她的身 或者用别的方式 一直纠缠 十分麻烦 张磊磊点头记下来 我们分两个方向找 我去左边校舍 教室 办公楼所在的三栋房子里找 找了一个多小时 连厕所都没放过 硬是没发现我爸的踪迹 不过呀 看到两个小孩的鬼魂 他们一个立在教室里 一个呀 站在厕所便池边上 迷迷糊糊的走来走去 我见他们只是最简单的生魂 也没为难他们 匆匆的就离开了 回到操场上 我心里五味杂陈 已经有80%的把握 相信了 被陈婆摆了一道 这死老太婆 明明知道我舅父心切 十万火鸡 竟然还敢骗我 我气的是怒火中烧 只恨不能把陈婆 给撕得烂碎 张磊磊 突然鬼鬼祟祟的 从树林背后钻出来 朝我直奔过来 我心里一心 你发现我爸爸了吗 张磊磊摇了摇头 说道 虽然没发现你爸 但我在女教宫宿舍里 发现了一位漂亮的女鬼 她还在吟诗呢 好特别呀 我对会吟诗的女鬼 一点兴趣都没有 现在呀 我只想找到我爸 见两边都寻不着 我内心极其失落 已经完全绝望了 我明白 我爸怕是救不回来了 付出了这么多 最后还是一场空 我心里的滋味相当难受 张磊磊托着我的手 就往林子里走 说道 既然发现了一个 咱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 你想想 那女鬼也算当地鬼了 有陌生鬼进来 她会不知道 我们不妨找她问问 看能不能有点收获 我一想啊 也是这么个理 比较我第一次来这里 很多东西还不熟悉 也许这学校 还有别的校舍 我不知道位置 我跟张磊磊穿过一片小树林 后面呢 就是一排学生宿舍 过了学生宿舍 就是两栋教师宿舍 一左一右的排列 那女鬼就在右边的 女教宫宿舍 我们上到二楼 张磊磊带我来到一间房间面前 那房间的门啊 已经破烂不堪 只有小半块门板掉在门框上 在门口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 接着淡淡的月光 我见里面真有一个 穿老式旧裤挂的姑娘 坐在书桌前 看着什么东西 她边看边念了出来 竟然是一首用秦深重的情诗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